为了防堵疫情扩散 台南知名老字号餐厅阿霞饭店宣布 从3号开始总店将禁止内用 只提供外带自取服务 不过这个决定选在母亲节前 让人不免担心业者会撑不下去 于是店家也推出了外带打折方案 希望可以吸引顾客上门 另外在东区的一家面食馆 同样也跟进禁止内用 而台南知名的周氏虾卷 则是选择依照中央的规定 不跟进 大火快炒在淋上独门配料 双手搅拌油亮米饭 经典招牌菜红水米糕准备出餐 但不是内用 而是准备让顾客外带取餐 在官方脸书上贴出公告 开头就写下在家享用更安心 台南知名老字号餐厅阿霞饭店 因应全台疫情升温 尽管中央没有宣布禁止餐厅内用 但就担心病毒上门 影响家人以及员工健康 老板决定3号开始总店只提供外卖服务 最大的关键是 我们用餐都是聚餐的形式 那大家一定会把口罩拿起来 通认很多家里没有小孩或是老人 没有完全打到疫苗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但母亲节即将到来 悬在这个时机点 也不禁让人替业者担心业绩 恐怕会大幅度下滑 因为如果今天有员工确诊 通人会匡列匡列要隔离 那这样整间店就一定要关起来 语气中满是无奈只能推出外带自取打折方案 吸引顾客上门 至于为在南方购物中心以及三井凹类的分店 则是不受影响维持内用 台南东区人气面食馆 在4月底也传出跟进禁止内用 另外同样受到疫情波及的餐厅 还有它 保温台上摆满金黄酥脆虾卷等待顾客上门 眼看本土疫情爆发有同业禁止内用 知名虾卷小吃店则选择不跟进 东西中式虾卷 不打算跟进 疫情变化难以预测 餐厅业者滚动式应变 就是希望能在防疫和自家生意间达到平衡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导